好 那边有电话找沐老板 说是急事 好 好 老板 好 各位不好意思 我先出去一下 好 好 好 那咱们来吧 喝一喝 好 老板 好 老板 我掩护你先走 好 对不住了 局长 你还真是共产党 密码本借来用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我也不想往这儿 马上回来 你怎么会背叛我 怎么会背叛我 对 Śane 你怎么会背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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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背叛他 你什么 对什么 道不动 共产党 是 吴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把密码本放下 我放你走 密码本我必须带走 除非你杀了我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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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莹命令我来多密码本 秦莹首席 103 请一告诉我 把这个号码告诉你 你就会相信我 快走 快走 去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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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 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是 局长 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确实怀疑过你 但是没想到 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 姚策 我最信任的学生 你最好的朋友 是我判断有误 陆峰 你先去休息吧 是 局长 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 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一帮蠢 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拎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 通知所有行动队 在车站 码头给我布空 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已经安排了 姚策的身份 是不是您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你先看看这个 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 不是十一个间谍 是十二个 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 陆峰 有没有可能是 闪关和陆峰联合起来 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自打陆峰 杀死佐藤昊二以后 闪关一直在追杀他 并且 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 陆峰的父母 也是为闪关所杀 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 那陆峰 岂不是在送死啊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那陆峰 那陆峰 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 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 而且我为老这两个名字 我换了假密码本 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那陆峰 那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 如果没有 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 我想看看 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 是日本间谍 他们会怎么做 如果清除他 对我们有百利无遗憾 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 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 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局长 好好 什么都不要说 我命令 我命令 繁星计划收网行动 可以开始 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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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属 我英众 废宾 警察 公主 公主 我 这什么 случилось 这什么人都给了 面问行医 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苏联和重庆的会谈 顺利进行 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 牧羊人的安全 包括苏联人 担心计划名单上的获得 共十个人被抓 都是定参赌负责人 知道了 你们注意隐蔽 保证自己的安全 当然 我们提供耶 那你就没有这么安静地看看伤害了 你眼里的伤害是什么样的 你呢 我眼里的伤害 是冷冰冰的蓝色 像是冬天 我跟你不一样 我眼里的伤害是红色 血色 是生意的颜色 我脑海里的伤害乃至整个中国 都是相隔安宁的红色 红色有那么好吗 红色有那么好吗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 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 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 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您 相信陆峰 我相信陆峰 如果你已经勾勒好了蓝图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可以吗 你已经在做了 是吗 将军 将军 反星计划的名堂全部泄露 我们的人都被救了 对不起 将军 御想归战役的场合 离不开这些用事 御想归战役 已经把反星计划的价值 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沐阳人 已经到达上海 试图搭建和重庆 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 我担心 一旦他们联手 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如我来 重庆和 混战党 以及司令 大战同盟 这将是 大利便地活的灾难 你继续 军队不能有那么一点 是 因此 下面的你的任务 依然很纠缠 所以 我给你安排一个救手 进来 来 义父 多谢将军厚爱 谢谢你从曼州调过来 不是这么多意思 而是你义父全面打了报告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 义父就已经长到我了 把你放在身边 可以更好地保护你 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谢谢义父 我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是大利便地活 相次有关的时刻 是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 恭喜木局长 恭喜木局长 对接下来的局势 你有什么看法 我倒是很想听听 任主任的高阶 玉香贵战役 所以日本人虽然赢了 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中国的政治格局 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 你我都是务实指 任主任不妨 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我听说 苏人方面派了一个 代号沐洋人的代表 要和重新方面进行会谈 如果谈得好 重新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 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一点都不错 但是据我所知 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 他们正在 紧密地联络着重新方面 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 重新政府能够跟美国人 好好地坐下来 谈一谈 是啊 毕竟我们在反共立场上 是一致的 所以啊 不能让重新政府和苏联政府 他们谈谈谎成功 明白了 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近期吧 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 具体的时间地点 由共产党决定 如果牧局长不方便出面 我们七十六号来破坏这次会谈 那可是明正言书 好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感谢任主任 就没想到 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是你啊 多谢你腔下六人 那么信任我 1013这个号码 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 而且只用了一次 姚测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 我向上一领导警示 由姚策枪取密码本 这样可以转移穆熙 对你的怀疑视线 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我不妨碍你们了 先走 姚策 穆熙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 等风声过了再走吧 穆熙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 我要躲在这儿 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 放心 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 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贫固 你多保重 毫无忧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了 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转获 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 组织上给你记忆打工 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 去卧底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障 重庆政府和苏联 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 如果会谈顺利 标志着国共合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 这次会谈顺利进行 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 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 他们已经知道情况 我想赏钢一定会有所动作 根据上级指示 但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障毁弹成功 并且保障牧阳人的安全 那穆锡赫呢 穆锡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 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 还不能够完全信任 不排除他们利用歧途 因此你要尽快摸清 他们真正的动机 穆锡赫不让走领秧 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 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 我会尽快摸清楚 他的真实意图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进来吧 我让你把他们唯一问 他知道你的身份 刚知道 什么时候 青年公元去想起的时候 他可以信任 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 可是他在干什么呢 保护你啊 我不需要 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 正好华夏宇已经离开了 华夏宇又回来了 什么时候 当天就被沐西花给接回来了 沐西河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蓝冰曾经是七十六号的人 我想沐西河也知道 你皇上与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 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我理解你的困难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 任道远那边好不容易再周旋过过 而且蓝冰 现在已经回不了七十六号了 太好了 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你担心她会忽悔 你担心她会忽悔 没有担心 没有担心 我很担心 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离你远了不对 走近了又担心她会 没那么严重 磨合磨合就好 磨合 磨合期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我没事 我倒是担心你 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 你还得多理解 多不好啊 我无所谓 工作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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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说 假�ß 驰诞 让你来说有点残顾 说吧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闪关错的 为什么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岳母秋 我记得 印象很深 她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放手 放手 确认你说 她死在我面前 是自杀 她是闪关的妻子 我死在你手里 她死这 pytanie 这个人是生的 我认识 我的答案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WorldU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 不用介绍了吧 在情报战场上 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在下能力有限 对您知之甚少 您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 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一点皮毛 现在信息紧迫 苏联和美国都在释迦拉拢中国 企图建立 针对大利本帝国的新战略头 我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多不多 我们抓到一片封声了 其实刘昊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上约将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保了 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 这次让你们见面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好了 任主任之前的 陶密子已经解散 陶高科准备在76号秘密集体成立 新的部门第九区 代替陶密子 第九区直接对话 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 同时对帝国政府高档复杂 新的复杂人 赵薇 长官 是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沈处长 我一定全力配合沈处长的工作 多谢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 彻底继续重庆和苏联 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请将军放心 请将军放心 等待 请将军放心 只要回答 这次网络 去网络 去网络 还好 在网络 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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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网络 网络 这网络 来不然去网络 网络 有网络 我就走了 放下去吧 叛徒的下场 只有一个 她会不会有苦衷 我们要不要给她一次辩解的机会 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 我倒是不反对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了 苏联和中共都查了 人已经被抓了 对于那个第十二个人 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目前还没有 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 具体结果还没出来 遇盖弥彰 只要共产党不动陆锋 那陆锋就是共产党 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 姚测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 深得我的信任 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 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板吗 绝不会 一定是另有目的 比如说 要转移我的视线 要转移我的视线 掩护陆锋等等等等 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这个陆锋 应该说是我们继续的咳嗽之才 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 那碧江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 但是 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 要不要除掉陆锋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尽管其变 一枚棋子 留着 有用 还有谁要来啊 还有谁要来啊 坐 好 欢迎蓝宾回来 没有酒怎么能行呢 你们俩先坐着 我去拿酒 别别别 我 我去拿 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锋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锋 那是因为谁 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我有我的任务 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如果你走了 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锋 我是怕你受伤害 酒来了 今天啊 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好 高兴 是 很高兴 高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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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三个一起 先干为敬 你干吗惯了呢 你干吗惯了呢 心疼了 你替他喝 我可喝不过你 你不想跟我喝 我自己喝 行了 你别闹了 行不行 你送我去杭州 把他调到你身边来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看来无论如何 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 你可以信任蓝冰 却不信任我 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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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认你 我会让你非常担心 不是我身份的问题 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我身份的问题 我真的不愿意 你对我身份的问题 我身份的问题 但是我会说实话我 我来不讹 你我身份的问题 我身份的问题 我和你身份的问题 我身份的问题 我希望你 你都没有你 我来那种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